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吗? 真的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今天呢 Albi的这个车的车太有问题 我要给他打耳气 结果因为他不会用 所以我帮他用了 这边也三十四只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扁的 所以我要试一下这个 这个不到四十 OK 打进去一些 现在四十就正常了 然后再看看最后一个车太 大家以后如果在加拿大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车太没气 可以直接来加入这打的 这个明显少一些 OK 搞定 但是这样的服务呢 完全是免费的 如果你找车长修的话 会花很多钱 啊 完了 你这个可能就不是 车太的问题 OK 天哪好漂亮啊 不用这出去 刚才呢简单的查一下 就是马斯达轿车的一个指示灯 确实现在的问题呢是 Albi的这个车呢 出现了车胎上的问题 刚才我给他检查了 在胎内的胎压呢 是正常的 都是一个平均的数值 所以就有点小小的毛病 然后呢今天因为是周五 所以没有时间去处理这辆车了 而这个问题呢是发生在两天前 我一直跟他说呢 让他赶紧处理完 结果一直拖 拖到现在 以后大家如果在汽车方面啊 出了任何问题 尽量能早解决早解决 不要像我 就像我之前 我的车被人刮了之后 我到现在都没有修 到时候都不知道能不能修了 因为我 太懒了 不要学我 千万不要学我 寒风已经快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经常这两年的衣物呢 来来回回 一共就这几件 但是今天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可以去购物了 因为今天在某一个地方 开了一个 之前在网上很知名的一家店 今天呢 这家店开了 但据说现场人特别多 多到根本挤不进去 排不进去 所以我今天能不能买到衣服 完全看 等一下这个地方 排队到底长不长 出发吧 哎呀 哎呀 我终于到了 天哪 开了 开到天黑了 啊 我觉得这家店呢 开在这个地区啊 绝对是赚的 因为这个地区呢 中国人是特别多的 华人很多啊 所以 你懂了 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店名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感受一下 哇哦 买衣服的时刻来了 我感觉好像是已经关门了 不好意思 我可以进去吗 我可以进去 哦 我们上楼吧 我们开楼上了 你怎么进去 我不是去喝楼子 你带子 你带子 来点儿郁 很高兴 的 垂直 很高兴 叫你 马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看我身后 JD现在是吃鸡大折 然后他也来鱿鱼库 你过来干嘛? 我给你两瓶 哎呦我去 你想要被鱿鱼人打一顿? 没有没有 哈喽哈喽 嗨 哈喽 你们买衣服在这? 我们刚逛 你之前逛我吗? 早上才去说剧场的 我其实对这个 吃一间特感兴趣 我看在里面什么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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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买到裤子 满个衣服的视频 是 你们试试什么吗?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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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roz by 试试试快蛋 我们逛上coalf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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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就不敢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加拿大优衣库的这个是一件 然后呢 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边有两层 上面一层 下面一层 我现在在上面这一层 人巨多 多到我根本就进不来 排队排了好几分钟 有没有想象过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这样穿蓝色的衣服 这样感觉挺合身的 和每一种东西合体的封面 每一层都晾眼 都好看 多休知 都好看 我又把你的带子 你怎么看 还是老闆 爹 你来什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今天的任务结束了 买到了人生史上第一件优衣裤 优衣裤的衣服 不知道谁的眼罩跑到我车轮底下去了 为什么眼罩会在停车场呢 这个优衣裤啊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